确实不是在未言松听 中国男男可能在未来几年打进压轴前世都会很吃力 这一天球迷忙着开分国大会 媒体人怒刺乔尔杰威奇的同时呢 也凡是在国内篮团的现状 我觉得不少人可能忽略了一点 或者是不愿意承认 在我们原地踏步或者是退步的同时 亚洲其他国家整体的篮球水平都随着桂花球员的加入 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缩小了和我们之间的差距 甚至已经完成了超越 从16年的离岳奥运会之后 男男进入了全新的备战周期 2017年的亚洲被都凤带队 算是半自国家队班底出生的男男小主赛不敌菲律宾 一份显身伊拉克 在排位赛当中啊 又是仅以一份的优势 战胜的李巴嫩最终获得了第五名 那些比赛的前四名分别是澳大利亚 伊朗 西西兰和韩国 2018年里男带领的男男红队 在雅加达夺得了养优惠冠军 在那些比赛 男男的首场凉份优势 显胜有着克拉克森加盟 又是主场捉战的菲律宾 后面的小主赛 以及淘汰赛的对手啊都比较弱 像黎巴嫩等亚洲传统强队根本没来 只有在决赛里面面对伊朗 算是一个挑战 最终的逆转取胜 2019年在加盟口的男男世界被没有出现 被伊朗队捡了一个漏 人家去了奥运会 从20年到21年期间 由于一些特殊原因的没有奏机比赛 22年的男男亚洲被都凤带队 亚洲第八 小主赛输给了韩国一分显身霸凌 又拿下了省队 那些被赛的前四名分别是澳大利亚 尼巴嫩 新西兰 越南 而日韩和伊朗分别排在五到七倍 同年的世界被预选赛上 男男面对哈萨克斯塔和霸凌等亚洲散流球队 即使能够取胜 场面上已经非常艰难了 而面对散队出战的澳大利亚 仍然是毫无忌讳 只有主客场两胜伊朗是亮点 去年的南达世界被 咱们仅赢下了安格拉一场 排位赛当中大部分惨败给菲律宾 最终排名亚洲球队的倒数地散 仅比越大和伊朗的成绩好 而日本都是取得了三胜直通霸凌奥运会 尼巴嫩也在副赛里面赢下了两场比赛 随后的杭州亚运会 亚洲强队要么没来 要么拍二队参加 结果决赛里面还是输给了算是二队出战的菲律宾 所以纵观最近五年左右的亚洲去成绩 无论是世界被还是亚洲被 南达的成绩都是不如尼巴嫩的 人家的核心球员阿拉记也不算太老 刚满30岁 也有几名年轻球员在海外联赛打球 而日本篮球的整体水平 在最近一两年已经明显抬头了 不算两名MBA球员巴嫩磊和杜汴雄泰 正值当达自年 人家还有在NCA打球的富永七胜 全队最准的投手才23岁 已经是B联赛绝队王牌后卫的核准佣会22岁 马场熊大和桂花球员霍金士 都是28岁 后场的富坚有助算是对内的老将也刚满30岁 日本南达的主力框架维持个五年以上是一点问题没有啊 人家最近的还有搞实力更强的规划球员 要命的是啊 你无法预测他们在打完奥运会之后 年轻球员会不会就上了一个档次 而且更残酷的事实是啊 日本队的海外球员平时也不回来打这些压轴的赛事 所以你想和人家那几个MBA球员过过照呢 和人家全主力碰一碰啊 肯定连机会都没有啊 这是30年合同30年合系 拿来现在的现状就是一年两副费立币 面对面输给了黎巴嫩和日本 和澳大利亚散队呢 也从未有过取胜的记录 只是在去年热神赛里面赢过一场新西兰 然后在21年呢 咱们还输给过韩国 人家罗健而退役啊 也在运桌系的桂花球员 面对同样打进世界杯的阅当呢 咱们的实力和人家啊 也在博中之间 说实话 咱们现在有点把握 能够拿捏的呢 就成老麦的伊朗队的 好像全亚洲球队的实力都在提升 就伊朗和咱们最近几年呢 在走下坡路 成了别人的垫脚石 为啥呢 就因为这哥俩不用鬼话